大家一定覺得奇怪 為什麼今天就是衣服頭髮不一樣 因為呢前面那一半段是我昨天錄的 然後分享到最後因為時間來不及要趕去接小孩 所以我只好分兩段錄 今天呢剛好可以再補充一個自己有 然後也推薦給大家的產品 就是Beauty Blender這個Bounce Foundation 這款呢只有在英國的一個網站有看到 其他地方我都沒有找到 還好這個那時候我阿姨回台灣的時候 我有請她幫我帶 要不然在這邊其實就沒有那麼容易買得到 這款呢推薦給大家 是因為我覺得它遮瑕力真的很好 19度也非常的好 唯一一點我不喜歡的就是 這邊這個就是Beauty Blender的形狀 然後它的粉底液從這邊出來 那你把它擠出來的時候 它不會整個直接就是到這個表面 因為它這個表面其實就是要讓粉底液出來的時候 然後在這邊你可以比較方便拿Beauty Blender去沾那個粉底液 然後上妝 通常你一擠 它一定會有一些會流到這邊這個中間這個洞洞 那這個流到這個洞洞真的又不好清 我就拿那個衛生紙試圖要清它都沒有辦法清得很乾淨 那這個是唯一一點我不是很喜歡的 但是這個呢 滿特別的一點就是後面這邊有一個鎖 鎖起來之後這邊按就按不下去了 我覺得這是很特別的一點 那接著呢就要請大家來跟我逛一下Sephora的網站 然後這邊是我的最愛清單 那我放在這邊不是說我每一個都想要買 有的時候我看到我覺得還不錯 但是我沒有那麼想要就還在考慮中 咖啡機 咖啡機自動關機了 或者是我覺得這個牌子我不知道 然後可能未來我想要再多觀看這個牌子有沒有出我喜歡的產品的時候 然後我就會把它放在最愛清單裡面 那我會一一跟大家講說 哪一個是就是它這一次折扣活動我想要買的一些東西 第一個呢就是Summer Fridays 昨天有跟大家講過它的那個Jet Lab Mask 就是它們的第一款面膜 那它們最近又出了一款新的面膜 這款我也很想要 它是Overtime Mask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那個 適合什麼樣的人 然後它有什麼樣的功能 它這邊有寫就是所有的Skin Type 所有的肌膚種類都適合 這款最主要的功能可能就是 把肌膚表面比較不好的一些細胞 或者是皮膚的髒東西把它去除掉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這個比較像是清潔面膜啦 第二個呢是Drunk Elephant 那這個品牌 Oops 不小心點到了 這個品牌呢就是 它其實在網路上還滿紅的 就是應該是最近一兩年 開始串紅的 那它最主要的訴求就是 幫你清潔肌膚 然後讓你的膚質變好 那我之前就很想要試 可是因為它的單價比較高 所以我就一直在想說到底要不要 因為它其實它的評價也不是很穩定 就是有的人覺得根本沒有用 但是有的人真的覺得就非常非常的好用 用了這個兩三個月之後 不必上妝就可以出門 它可以幫你除痘啊然後削痘疤等等 就是讓你的肌膚狀況變好 所以呢這個也是我想要就是如何的 再來就是這個Wonder Beauty 這個呢我之前在網路上也有看到 可是那時候比較沒有什麼人在就是 review這個產品或這個品牌 最近常常看到 然後就是我隨便亂看的時候看到 看到不同的人有分享他們的產品 或是有使用他們的產品 就讓我想說嗯我也想來試試看 它有些產品的評價還不錯 其實我買美妝或者是保養的產品 大部分時候我都會先上網去搜尋 看它的評價怎麼樣 然後看人家分享使用後的感想 少部分啦是就是有那種衝動 在產品出之前如果我就知道它要出 如果喜歡的話我可能就會在它出的當下 或者是上市那一天就趕快訂購 但是這個是比較少發生啦 接下來呢是 Too Faced Dream Queen Limited Edition Makeup Collection 我每次看到Limited Edition就是限量 我就覺得喔 這個呢就是商人的巧思啊 這款我是就是逛一逛就看到 然後我就想說哇塞 它的那個顏色非常的多元 然後也就是很彩色就是放大給大家看 滑鼠一滑到就放大 自動放大 你看它的顏色其實看起來就很漂亮 然後它就是一個組合 因為我覺得它這個可能是 節日限定組吧 或者是節日限量組 那這邊就有Hannover 這是應該是它的什麼啊 粉底嗎 可能是它的粉底吧 看起來像是粉底欸 然後還有睫毛膏 唇蜜 就唇彩 還有一個化妝包 我覺得這個 還看起來還蠻划算的 58塊美金 然後再打八折 40幾塊 50塊 我覺得還蠻划算的 所以這也是我會想要如何的 接下來呢是這個 Farsali 我不知道是不是這樣子念 因為這應該不是英文吧 Farsali 它這個是 Unicorn Essence Antioxidant Primer Serum 這個呢也是最近就是串紅的一個 算是保養品 妝前保養品 它的評價非常非常的好 然後有很多知名的youtuber都是使用它 就上妝之前使用它來當作妝前保養 或是妝前乳這樣子 所以我也很想買來試試看 這邊有兩款 就我所知道它這個牌子有三款 應該就是這邊大家可以看到紫色、綠色 還有一款是黑色 它們的作用是不一樣的 那我比較常看到的是大家使用紫色這一款 所以我會想要先買紫色這一款來試試看 再來呢就是NARS Hot Trist Cheek Palette 我不知道是不是是念trist還是trist 那我想要就是因為它的那個 顏色很漂亮 但是它是夾彩嘛 那它的顏色看起來都很漂亮 而且很多元化 重點是它的盒子 它就是它的包裝 上面是就是塗出 就是有點立體3D那樣子的設計 然後我就很想要 接下來呢就是Natasha Denona 上一段跟大家推薦 我自己有買的產品 就是有這個品牌的兩款眼影盤 那這一款呢 之前跟大家提到是Gold Eyeshadow Palette 這是它們新出的一款眼影盤 那它們的顏色 這個顏色我覺得很漂亮 我會想要如何 可是呢因為我已經有它們的兩盤 然後它的價格不便宜 它們的眼影盤也還蠻受歡迎的 根據我上網去查 然後看過很多人的影片分享 它們的眼影盤似乎是評價真的非常好 然後品質也不錯 所以呢 我會想要試試看它產品 接下來就是Too Faced Gingerbread 現在這一款眼影盤呢也是在社交平台上面 廣受歡迎的一個產品 那點出來給大家看 它的顏色我覺得也非常非常的漂亮 它不是很單調的暖色系 它還有加一些墨綠啊 然後加一些比較亮的 像這邊有這個桃紅色的 有沒有看到 叫Spice is nice 所以我覺得這盤 這個眼影盤不是那麼單調 我就很想要試試看 而且在德國這邊的一些網站 缺貨 買不到 之前我買 之前買得到的時候 我本來想要買 可是就一直在考慮 後來呢 就賣完了 對 然後再來呢 是Sephara Collection 它的化妝箱呢 我就很想要買來試試看 就是這種比較硬殼的 像這個我覺得很特別 它是叫做Train Case 嗯 我不知道 它意思是說 就是如果你是學習生的話可以用 還是說它只是像火車一樣 我不知道 大家可以看它的那個裡面的設計 我覺得還蠻特別的 我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看過像這樣子的化妝箱 大家可以看 它這邊可以放很多筆 這邊有放筆的 然後這邊 這邊有這種有鬆緊的這種口袋 嗯 東西放進去比較不用擔心它掉出來 什麼的 我就很想要試試看 嗯 對 可是這種大型的東西就不好意思 請親戚幫我帶 接著呢 Hourglass 上半段跟大家分享的是它另外一款 以這一款 Ambient Lighting Edit Volume 4 嗯 找出一陣子 這兩款我一直在考慮要買哪一款 我一直很想要買它們這種 嗯 節日限定版的 盤 來試試看 我覺得在考慮到底要哪一個呢 前半段有跟大家講過我為什麼後來選了那一盤 大家可以去YouTube上面看 因為有很多人做比較的影片 在決定自己比較喜歡哪一個 或者是哪一個比較適合自己的膚色啊等等 接下來呢是Glam Glow的這個新的 算是臉部保養油 那我會知道這一款呢 是我之前看了Jeffree Star他的那個影片 他就是有試這一款 然後他說試了之後他覺得臉非常的保濕 然後上妝很服貼 非常非常好上妝 所以呢我就很好奇他到底功效好不好 可是說實在他的那個就是小小一瓶 30cc而已 他要54塊美金 所以呢有興趣的朋友剛好趁打折8折的時候 可以就是考慮入手 這邊還有一些產品就是我之前放進去 我沒有特別想要 只是覺得有興趣但是不一定想要的 像這一款Laura Mercier他的 Translucent Loose Setting Powder Fenty Beauty他們前陣子新出的Bomb 就是他的Diamond系列我也很想要試試看 然後這邊也是Natasha Denona 他的Lila 他其實最受歡迎評價最好的兩盤就是這一盤Lila 點給大家看 這一盤Lila 還有昨天跟大家分享那一盤Sunset 這兩款呢是最受歡迎的 你看這邊有221個評價 然後4.5顆星 那所以呢這盤我就放進來 我是想說先試 像剛剛講 像剛剛提到 我想先試試看我買的那兩盤 我喜不喜歡再來決定 之後 也想要不要入手這樣子 這個牌子呢 是我很久之前看到的一個牌子 我為什麼會發現這個呢 是因為我看到他的眼影盤 大家知道我非常非常愛買眼影盤 之後再跟大家分享我的眼影盤收藏 真的很多 之前呢我是因為看到這款眼影 因為我一直很喜歡暖色系的眼影盤 是這一陣子比較有一點改變 就是想要嘗試比較顏色先 或者是比較不一樣顏色的眼影 那這一盤呢 我是看那個他的評價還不錯 而且他的那個包裝我覺得很可愛 所以我才注意到這個品牌 但是我就一直沒有入手 因為我當時是想說 這種顏色的那個眼影我非常非常多了 所以我就一直都放在我的那個 最愛清單裡面都沒有去動它 然後後來我又看到 我就點進這個品牌 然後看到他有其他的產品 像這一個眼皮的妝前乳 他的評價也還不錯 我就很想買來試試看 再來還有就是Fenty Beauty他們的 Galaxy Eyeshadow Palette 他的顏色就是也是很多元 但有的顏色就比較不一樣 比較跳透 然後比較真的很彩色 所以呢這我也很想試試看 再來就是Dior 就是Dior這一款 Air Flush Spray Foundation 這一款我很想要買來試試看 可是呢 因為我的那個粉底液真的很多了 然後我就之前一直在考慮要不要 因為他的那個粉底液這一款其實也不便宜 62塊美金 雖然他的那個容量還挺多的 但是我就一直在想要不要 這一款呢我在德國沒有看到 所以不知道是不是其他國家沒有進這一款還是怎麼樣 這個是Nude Stix 之前是看到Kathleen Lights推薦他的眉筆 我就很想試試看 但是說實在他的價格也不是很便宜 所以我就一直都放在我的收藏清單裡面 接下來呢是Too Faced他們的20周年紀念的眼影盤 我自己有去試試看他的顏色 我覺得還OK 就是不是我覺得有衝動必買的一盤 所以我就一直也還是放在清單裡面這樣子 那接下來就是Tatcha 這個我放在這邊是因為前半段有跟大家提到 我非常非常的推薦他的這個卸妝油 所以我就把它也放在清單 如果我下次要買就是請親戚帶 或者是我自己去美國要買的話 我一定會購入這一款大的很好用 然後再來就是It Cosmetics他的CC霜 這個我就是放在裡面啦 就提醒自己他們的那個CC霜還是遮瑕還不錯 但是我沒有說一定要買這樣 接下來呢也是Fenty Beauty他的Moroccan Spice Eyeshadow Palette 這款看起來顏色也是非常的明亮很鮮豔 我就很想要試試看 之前我在網路上有看到人家說還有一款 雖然是跟他很像的平價款 是法國的一個品牌 我就想說我想要去買那個法國那個品牌來試試看 但是就是到現在還沒入手啦 之後如果入手會得跟大家分享 再來呢是 再來這邊呢就沒有什麼重要的啦 那這個Milk Makeup我也是想要試試看這個品牌的一些產品 所以我把它放進來就是沒有什麼特別的意義 然後Sephora collection他這個我之前很想買 但是之前一直缺貨 那現在有貨啦不能買了 因為他沒有辦法寄到德國 然後這邊呢也是我只是放在這邊就是做一個紀錄 接下來呢我滑下來給大家看的這些產品 都我沒有特別想要 就是我看到我覺得還不錯的 然後就放在裡面 自己想要買的清單呢大概就是這樣子 再滑一次給大家看 很多對不對 我每次覺得就是如果把我最愛清單 或者是我想要的產品清單 全部都放在購物車裡面的話 我就要破產了 對 好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再提一下就是 你到Sephora他們的官網首頁 就會看到這邊他會有一些 Just Arrive就是他們的新產品才到店的產品 然後還有這邊有不同的推薦啊 比如說他們的小編推薦啊 然後比較高檔的產品 就是價格比較高的一些產品推薦 或者是像這邊是可能他 根據我之前看過的產品來推薦給我的 大家都可以參考一下 尤其是這邊 New Holiday Sets 就是 他們新的 節日組合 有的時候 他的節日組合 真的還挺划算的 可是裡面分別的產品 大家可以去查一下價格 然後再把它加總出來 看看 看有沒有真的比較便宜這樣 那我自己看了一下 我覺得有些組合 其實真的是 嗯 算是划算的 所以呢 大家就 自己去逛逛他們的網站 然後 參考一下 這邊有一個 Pat McGrath 最近 這個品牌非常的火紅 我常常在Kathleen Lights的影片裡面 聽到她推薦她的產品 所以我就去看 但她的產品真的很貴 然後在德國這邊又沒有 店家有這個品牌 所以我沒有辦法去店家 試用後再決定要不要 因為你沒有辦法知道 自己到底喜不喜歡她的 呃 質地啊 什麼的 所以呢 這個品牌雖然很火紅 但是是我目前 沒有想要入合的 但是如果大家 很想要試試看這個品牌 然後有被知名YouTuber 燒到的話 可以趁現在折扣的時候 買來試試看了 當然如果你是住在美國的話 就更好 可以去店家裡面試試看 但是 本人沒辦法 對 所以 大概就是這樣子啦 她這個 有太多頁了 我就 我就不 一一點出來給大家 看大家可以自己去逛一下 那 今天的影片呢 大概就是這樣子 以上 眾多產品 就是我自己有 然後想要推薦給大家 呃 還有我自己沒有 想要購入的一些清單 這樣子 呃 希望 對大家 有一些幫助囉 對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大家還喜歡這個影片的話 那不要忘記給這個影片一個讚 今天剛好錄過的朋友呢 也歡迎大家訂閱 訂閱之後記得把那個小鈴鐺打開 以後如果有新影片上傳的話 大家就會 呃 第一時間接到通知裡 我們就 下個影片見囉 掰掰 掰掰